歡迎收看突發七項 我是安又齊 也請記得掃描 右下方的QR Code 上YouTube來訂閱突發七項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 吳子佳在週四 語出驚人的驚天一報 說韓國瑜有一段 十幾年的婚外情 而且還生了個女兒 這個女兒呢 今年都已經十幾歲了 吳子佳甚至還加碼爆料 說韓國瑜在當選市長之後 曾經給這一名婚外情的對象 王小姐幾千萬的生活照顧費 他質問韓國瑜 請問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違法之餘 但是當然韓國瑜呢 說這個是子虛物有的指控 也已經提告了 可看起來吳子佳的態度 非常的強硬 今天上午呢 還加碼的爆料 說檢調當初去查蔡崇岸 來搜查這名王女家的時候呢 其實韓國瑜的親信 黃文才仍舊在現場 而且正要偷偷的 把這些證據給搬走 甚至他還躲在這個樓梯間裡頭 怕被檢調發現了 只是吳子佳怎麼會知道這麼細節的東西呢 而李嘉芬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露面 那李嘉芬的態度又是什麼 而被指涉的這名王姓女子呢 他已經把臉書所有的動態都給刪了 甚至還關閉了臉書 傳出來這一名王女的弟弟 或者是侄子 因為有兩種說法 在韓國瑜擔任北農總經理 沒有多久呢 他就進到了北農裡頭 而且坐領高薪 那這些指控到底是不是真的 這一名被指涉的這個王女的這個弟弟 或者是侄子也把臉書給關閉了 好 現在看起來雪球越滾越大 韓國瑜接下來光靠提告 就能夠渡過難關嗎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人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財經專家黃時聰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黃毅中 大家好 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的主任董思琦 大家好 以及台商袁宗南 琦琦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聽聽吳子佳跟韓國瑜的最新說法 新莊的王小姐的房子 是韓市長拿錢買的 他非提告不可的原因是 因為他昨天晚上就要面臨李嘉芬的拷打 我覺得他家庭的失和 是第一項問題 在查這個蔡崇岸的當天 這個有傳票去查王小姐的家 當天的黃毅才人是在那個大樓裡面 然後躲在樓梯間 跑去幫這個韓國瑜去收拾東西的 差點碰到調查員 是收拾了什麼 我不知道收拾了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那是滅政嘛 所以那已經構成犯罪 黃毅才他有很好的習慣 他有寫日記的習慣 我也很希望黃毅才今天快點來告我 他們要喬他出國 去年8月就要喬他出國 那就沒有 還沒有喬成功 胡子嘉董事長 有責任 拿出證據來向社會大眾說明 孩子在哪裡 錢在哪裡 多少錢 如何送 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非常清楚 胡子嘉董事長完全是謊言 完全是抹黑 我必須要請求檢察官 要來出面 幫我來主持公道 太太一開始就諒解嗎 我們完全理系溝通 沒有諒解跟不諒解問題 世聰 胡子嘉真的越爆越辣 完全沒有要說回去的意思 對 事實上現在這個整個局面 已經變成是 吳子嘉董事長 跟韓國瑜市長兩個 已經在定告機 就決定生死的這個局面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吳子嘉這個董事長 他越爆可以說是越辛辣 像這幾天的這個新說法 他說什麼 他原本 大家都認為王小姐是韓國瑜的紅粉資集 這樣子打牌牌咖而已 結果他現在越爆越多 他說韓國瑜跟王小姐在一起 已經十多年 而且還有生一個十多歲的女孩子 而且還提供這個資金 給這個王小姐買房 和照顧小孩 說他講的 言之早早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他還說 這個照顧費是高達數千萬元 然後是黃文才交給王小姐 而且是在他就職以後 那這個其實這種說法來說 我們先來講一下 如果你說有小孩或婚外勤 這些或許只是道德層面 但是吳子嘉董事長 講的這個照顧費高達數千萬元 這個裡面有非常大的文章 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個 這個由黃文才交給王小姐 假設是真的時候 這個是屬於正宇的行為 那你這個錢的話 你有沒有繳稅 所以你有涉嫌到逃漏稅的狀況 再來就是說 你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 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因為這涉及到什麼 你可能有洗錢的嫌疑 或者說這是從你的選舉的結餘款 或是從什麼地方來 政治獻金來 你有沒有涉及到 有所謂報了很清楚的狀況 所以吳子嘉這個指控來說的話 這個是道德層面 但是這個毫無疑問 是對他整個有沒有法律層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當然黃文才就說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人 可是你知道 現在吳子嘉董事長是越講越多 我們講他還講什麼 他說這個歡迎韓國委來提告 因為他一定要提告 他現在能夠做事實上非常有限 因為他是說 因為提告是面臨李嘉芬的考打 事實上根據我們所得知來說 或是說吳子嘉董事長的說法 裡面來說是 李嘉芬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 不過這件事情有一點 有一個非常奇怪 有意思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如果我們看過去 如果政治人物 爆出這種緋聞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應該是說 政治人物會出來 而且會帶著夫人出來 而且夫人就會在那邊保證 或是說夫人整個哭一哭 或是要嘛就是承認 要嘛就是相信他的清白 這樣的局面 可是到目前為止 李嘉芬都沒有出面 所以這也是引起大家 非常覺得 有一點點疑問的這個地方 好再來就是說 這個吳子嘉董事長 又爆了另外一個 我覺得這個也有 可能也會讓這個相關人的 有涉及到這些 法律上的問題 他講什麼 他說當初因為北農的 這個事件的時候 檢教單位有分 他就非常多搜索票 有一張是到了王小姐家 那結果檢調要調查 王小姐家的時候 他說韓國 他意思是說 韓國瑜他們就知道說 好像要來搜索 所以趕快派這個黃文彩 也是他的親信 現在這個高雄輪傳的董事長 他到那個地方去善後 而且滅政 他說甚至他 他講的好像他當 好像在現場一樣 他說他正要把證據偷偷搬走 好像他是一個第三者 在那邊看到 他說好像要搬走 甚至他還躲在樓七天 跟這個檢調人員 有這種擦身而過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對 又齊這個其實是非常嚴重 當然 滅政 滅政事實上這是要吃官司的 所以他講的實在是越來越多 那當然我們記者 當然就問說 那你怎麼知道 好像你有在現場 他當然就說 這個我是有 他一直講說 他有非常確切的資料來源 他說 洪文彩有個寫日記的習慣 所以有人記者問他說 你有沒有看他的日記 他說沒有 他不是看他的日記 好那他加碼 又說了另外一件事 他說去年七月到八月 也就是說市長要選舉的 這個時間裡面來說 韓國瑜一直不斷的安排 王小姐去出國 也就是他這一次的緋聞的 這個女主角去出國 而且他說 還去台南參加他家人 就是王小姐家人的這個葬禮 所以顯然他一直在講的 就是說 韓國瑜跟這個王小姐兩個關係 是非常密切 而且非常緊密的 那當然 目前這是吳子嘉董事長的說法 那韓國瑜市長從昨天晚上到現在為止來說 他已經速度出來講話 而且他今天下午也正式對吳子嘉董事長提告了 那他有主要說什麼 他就說你這是毀滅人格 而且是毀滅家庭 他已經委託這個律師提告 所以我們必須講 這個家庭對韓國瑜市長來說是非常加分的 尤其在去年的選舉裡面 韓濱或是李嘉芬 對韓國瑜的市長 婦女選票都加分非常多 如果我們仔細看的話 韓國瑜市長的婦女票 其實不會比這個男性票還要少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 在道德層面這一塊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有小孩就會有錢 這兩個都是一樣的 好 那你給我舉證啊 小孩在哪裡啊 錢在哪裡 錢是誰去送的 你有證據嘛 他認為說 因為他在這個明天 也就是6月1號 有凱道的這個肇事 所以吳子佳打擊支持者的信心 政治企圖太明顯 那當然針對這一點 然後吳子佳就另外一個反駁 他說 如果按照這樣的局面來說 我在這個時候對你提出 這樣子的這個指控的話 明天照理說應該會更多人的嘛 所以現在兩個人 其實已經是完全對尬上了 好 那我們講說 他們兩個現在當然是 完全針鋒相對的時候 現在有一些額外的這個案外案 就開始在爆出來了 因為媒體都一直想要找說 這個王小姐到底是誰 就從大概從去開始爆出說 他可能跟這個韓國有小孩之後 這王小姐的臉書 他就完全就關閉 而且在瞬間之間 把所有的東西都完全刪除 而且他比較有意思的就是說 王小姐的這個好友裡面 就有一個就是黃文彩 所以跟人家讓他覺得說 哇 這裡面好像有非常多的 這個玄機在這裡面 而且現在又爆出很多新的這個證據 譬如說什麼 就是說這個韓國也跟這個王小姐 他們家人真的是非常關係密切 因為現在有一個新的這個證據出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 有幾種說法 就是說他是王小姐的弟弟 或是他的侄兒 這是他 這個是不一樣的這個說法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王 這個王先生的這個照片呢 主要就是因為他被人家說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書上面來說 他臉書上面來說 他也有在北農工作過 對 所以就是說他原本是怎麼樣 他在這個南部的這個 算是念科技大學畢業之後呢 他一直沒有找到 這個工作都不是很理想 後來他原本是在黃文彩的這個 他的雜誌裡面 因為他原本是在南部的一個公司裡面去工作 工作久了工作之後呢 然後好像一直覺得很興趣不合 或是做得不太理想的時候呢 他後來在這個韓國瑜擔任北農 這個總經理的時候呢 他把他調到北農裡面去 而且去安插到北農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職位裡面去 等於是說有非常 有把他安插進去在裡面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為什麼這個對 這個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他可以證明說 韓國瑜跟王小姐的關係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非比尋常 而且現在又有一個加碼爆料是什麼 就是說因為這個韓國瑜 因為之前其實檢調有查過 他在北農的任何的帳目 的確是查無可查 因為的確帳目上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有人說 他當初在北農的時候安插太多人 就是說好像現在有一個 這個韓總邦變成是 為什麼這幾年 包括說像這個吳英寧 或是說現在新接任的梁總經理 好像都做得不太順 因為裡面有太多他的人 在當初安插進去之後 就變成是卡住了 後來人事的這個禁用 這是因為是他提拔的 所以可能就會對他特別好之類的 所以現在整個這個案子是 如滾雪球一般的 從原本的他們兩個 他跟王小姐之間的關係 現在滾到一個小孩 那甚至還有金錢的問題 這是有這個法律的行為 甚至還有滅政的這個狀況 這都是非常嚴重的這個指控 那當然很多人就問說 那吳子嘉董事長 你是不是綠營這個幹的對不對 他就嚴正就說 他今天還特別講到說 他要譴責陳其邁對不對 他說陳其邁 這個就輸了莫名其妙對不對 他就說他覺得他 當然他這樣說是要切割跟綠營 那當然王定宇第一時間也說 他這個不是他們絕對不知道 如果真的知道 他們去年就會這樣打 所以看起來的話 好像真的不是綠營的這樣子 那他還有這個意有所指的 就說什麼王金平已經預言 這個不想的這個結果 所以難道就有人說 難道會是藍營的人爆出來的嗎 甚至還有人說 是不是窩裡反的這個效應 就是說他還講說 韓國瑜是很清楚 這些資料完全從哪裡來 所以現在不只是這個消息 從哪裡來 到底是誰出手打了 韓國瑜這個重拳 那當然現在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就是黃文采 那黃文采今天 當然媒體全部都在找他 可是黃文采也有很有意思 因為他之前爆出第一 一開始爆出來的時候 他當初是在媒體面前 其實他有講相關的這個狀況 說這個牌咖什麼之類的 說他送他去之後 有時候累了就先走 對 就先走 留下來這樣的狀況 他說當時還有很多人在他的身邊 但是現在這次這個事件來說 照理說他如果能夠出來 說得很清楚的話 其實這個事情也是可以打住 對不對 或者說怎麼樣的情形 但是他也現在媒體 今天早上到了高雄輪傳公司 去找他 他也不在 然後去打電話給他 他也完全 等於是完全失去了這個聯繫 所以現在整個狀況來說的話 就是現在整個是 由這個韓國瑜這一邊來說的話 因為這個黃文采或是李嘉芬 都沒有出面來跟他站在一起 現在是韓國瑜自己親上火線 跟吳子嘉兩個是直接對抗搏火 所以這個好戲 我覺得隨著這個吳子嘉 每天一爆一爆一爆這樣 我覺得他也是有企圖有步驟的 再慢慢的放出來 那當然韓市長現在沒有什麼路可以走 他就直接一定要告 而且告的話為什麼要告 他今天還說 趕快檢察官趕快查 趕快速速的開始開庭 開庭的話才能還我這個清白 那當然韓國瑜市長是講的這個言之 這個非常確定說 好像他已經沒有涉入在這件事 但是我們在講 這次韓市長的這個神情是有點不一樣 我們講說他過去在面對這種指控的時候 他其實都會很嚴正的這個指控 而且態度是相對比較強硬 那這次來說的話 好像當然覺得沒有那麼強硬 你覺得還不夠強硬 我覺得他的這個講話是沒有 沒有相對沒有那麼強硬 所以現在媒體圈或是什麼 還有另外一派說法 這另外一波供大家參考 就是說是不是這個消息 是韓市長要放出去的 然後讓吳子嘉來咬這個耳 咬這個耳的話 要摧毀吳子嘉的公信力之類的 他幹嘛摧毀吳子嘉 因為吳子嘉有一個所謂的 美麗島的這個電子報 最近的民調對他是不利的 那當然這是很多政壇上面的 各式各樣的傳言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才說 這一次吳子嘉跟韓國偉兩個 直接槓上之後 這衍生出來的法律問題 還有整個政治效應 其實是慢慢在擴大之中 那當然以我們站在媒體來說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繼續 幫我們所有的觀眾 繼續追蹤下去 不過當然吳子嘉董事長 也要拿出證據來 可是吳子嘉是說 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有依據 這樣可不可以過得了關 可是學偉其實吳子嘉 有個態度非常重要 他說韓國瑜知道 我要傳遞什麼訊息給他 而且他也很清楚 這個消息到底是從哪裡來 是誰告訴我的 那吳子嘉到底是想要傳遞 什麼訊息給韓國瑜呢 然後他還講說韓國瑜 當時本來要把這名王姓女子 送出國的 因為他要選舉 他趴壞了大局 結果這個王女不肯 這句話又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更妙的是他講說 其實這一件事情根本就是 窩裡反的爆料 你怎麼看他的說法 其實剛才我講到說 吳子嘉董事長要透露給韓國瑜 什麼東西有沒有 叫你賣算了 對不對 他就是叫你退選 不要選總統了對不對 我昨天就強調說韓國瑜 你要很堅定 意志很堅強的告訴吳子嘉說 我今天一定要提告 而且要告到你死為止 態度一定要做出來 樣子要做出來 對不對 你看你就是樣子跟態度做得不夠 連黃世聰都質疑你 你看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剛才講到說什麼綠的 那時候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爆料對不對 難道是綠營那個嗎 其實不是綠營不是不知道 是他根本找不到 對不對 爆料的消息來源他找不到 其實這整個案子過程 我要提醒一下黃文財 你要不要先發個 你要申請之前 要不要先發個不自殺聲明 這麼嚴重 我跟你講這個所有的問題 都現在直指就是黃文財 對不對 對不對 拔錢的也是你對不對 介紹王女 給韓國瑜認識的也是你 帶他去打麻將的也是你對不對 真的 香港就很好啊 你現在說滅政 現在無子佳說你滅在那裡頭來 就像小老鼠一樣 也是你對不對 現在你人又滅起來 我就跟你講說這個事情 說實在這個事情 整個過程之中 聽起來其實這個爆料是有順序的 而且當初為什麼韓國瑜會覺得說 也一直講說有一個毀函 滅函的集團計畫在執行 所以他才會之前才會講說 你看你們的辦公室都被雙籤 被人家竊聽對不對 我的公文都被偷走 我跟你講這不是空穴來風 他一定也有聽到 因為我也聽到很多東西 難道韓國瑜都沒聽到嗎 聽起來其實這個爆料是有順序的 而且當初為什麼韓國瑜會覺得說 也一直講說有一個毀函滅函的集團計畫在執行 所以他才會之前才會講說你看 你們的辦公室都被雙籤被人家竊聽對不對 我的公文都被偷走 我跟你講這不是空穴來風啦 他一定也有聽到 因為我也聽到很多東西 難道韓國瑜都沒聽到嗎 你老公有在朋友這麼多 大家也都傳到我這邊來 怎麼會不會傳給他對不對 而且之前我說實在這個事情你看起來好了 這是真的有計畫的 我覺得是幕後有一個影武者 有一個中間人 他在泄密你知道嗎 他把這些資料去蒐集起來之後 他泄密給一些人 而且是不特定對象我就泄露出去 對不對 我跟你說 所以你會發現爆料的人 從一開始爆料到現在 很多聽到傳聞的人 你看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可是就是沒有民進黨 你有覺得很奇怪嗎 哪有奇怪 那國民黨自己放的啊 不然你自己去想啊 我們怎麼知道 一開始的時候 蔡正元出來講說有四千萬對不對 對 四千萬那個時候就是什麼 影射什麼 錢嘛對不對 覺得說你就是 在這個誠信問題上 在錢的問題上 你就是貪財 貪污或幹什麼 不一定就是你對錢 政治人物最怕的是什麼 私德跟錢兩件事情對不對 我如果把你交給錢 你就沒辦法翻身了 所以蔡正元那時候講四千萬 後來大概分分就出來 不是四千萬是三千幾百萬 所以那時候不是黃 黃光琴說三千二加五百嘛 對啦 光琴姐不是說 三千二加五百嘛對不對 那是什麼含義對不對 那其實私底下就有人在講 不管是支票或者是現金什麼東西 我們私底下已經有人 又透露出來加碼透露嘛 因為光琴姐說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大概這個數字 有聽到這樣 好啊 那後來你看 剛開始是講錢對不對 接下來開始講你的私德問題 林嘉欣不是講說 那個韓濱不是你李嘉芬親生的嗎 對 這是在營造什麼 就是你韓國一定換到頭生的 他是說有人要爆料啦 對啊 可是你看 他就先把那個訊息丟出來 可是丟出來之後 沒有人去追問啊 沒有發酵啊 對 那好 沒有發酵 接下來就開始黃文才 打麻糬的事情對不對 黃文才也是很天才對不對 你要幫你的組織解釋的時候 我還說改善得很奇怪怪怪的 所以人家當然說就質疑說 你黃文才不是整天到韓國瑜倒甄的 對 七頭倒甄的對不對 你是他的家層啊 可以我們講家層啊對不對 以前黃帝不是你看 乾隆黃帝這麼英明 都旁邊還有一個和聲啊對不對 你韓國瑜要選總統旁邊應該有一個什麼嘛對不對 所以就天天就帶他去打麻將啊 還認識什麼王姓女子什麼東西 可是他出來解釋也很奇怪 你今天你要幫組織解釋 哪有那個解釋說啊有啦 有去打麻糬啊我帶他去啊有時候我先走 你先走就留下一個空間嘛 你先等著 王姓女子應該要創什麼 他說現場有很多朋友喔 所以這個黃文才不是租隊友 就是什麼很多朋友 他之前還沒有講到很多朋友 他只是說有些先走 他自己睡到天亮 在那邊住到天亮對不對 那接下來好啦 我覺得吳子佳就開始了 其實之前還有一個杜子城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那時候行天公去酒粥啊 你敢不敢跟我去行天公發誓啊 你沒有婚外情啊 沒有婚外情啊 沒有那個婚生子女啊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你看 把錢跟人跟你的外遇合在一起 現在又出來了 錢跟人已經鬥在一起了 王姓女子的房子是他買的 還有安家費 還帶他去日本幹什麼 這錢跟那個選舉的錢 還砍到電了你有沒有看 所以就跟你講說 當時難怪韓國瑜會說 有一個毀函滅函計畫在後面 可是你看看起來 我們現在整篇越來越明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真的有人在後面 他是把這些消息聚集起來之後 是丟給特定人去放話的 去爆料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人會不會這樣丟 丟到最後會亡火自焚 燒到自己啦 為什麼會燒到自己 阿瑜丟到這邊 到時候你看 現在韓國瑜堅決去告 吳子佳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之前你放話是一段一段出來對不對 那我現在告你的時候 我就往回推嘛 看是誰爆的料 對啊 除非吳子佳決定這次我要當烈士 對不對 可是吳子佳說韓國瑜知道 誰爆的料啊 他當然知道 我覺得韓國瑜也心知肚明 真的假 真的假 佛太他之前怎麼會講說 什麼窃廳什麼裝 什麼偷公文亂七八糟 我就說很多人 我就知道了 他也應該知道了嘛對不對 其實我還跟你講一句實在話 他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都消息很不精準 小孩子不是十幾歲是幾歲 不是 我是說 傳聞中的小孩子不是十幾歲 有人講說傳聞中的小孩子 是五歲六歲 更小一點 更小一點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這個爆量不用很精準 對不對 他不用很精準 他就告訴你 反正我現在就彈出去 煙霧彈就四個彈就對了 反正我都給你 弄到烏煙彈器就對了 有一點一點丟 對啊 那現在告的話 說實在話 你如果今天 吳子佳董事長 叫聲不錯 他打官司八戰八敗 可是他今天講說 記者被告是媒體 他是得金牌獎 對不對 對啦 當然我們以前 我也是要有我的記者 我以前帶記者 所以跟他們講說 記者不強顧不大 但是說真的 你顧之後有所本啊 對不對 有家董事長 現在的時候 你的保護消息來源 說實在 講保護消息來源的官司 通通輸掉 現在的氛圍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那你證據要拿出來啊 對不對 你要爆料的人 你真的 我是呼籲有家董事長說 你真的你把爆料拿出來 你不要當劣勢啊 說實在的話 對不對 你做劣勢沒意思嘛 你今天你要針對韓國瑜 你如果手上真的有東西 你就把它丟出來 那我是覺得 我之前就有預告講說 我不知道吳子佳董事長 會進度這麼快 超前 之前他們是講說 這個只要打到 他6月1號肇事之前對不對 看能不能讓他有 有一個那個 一般的那個韓粉 可以退縮就好了 其他的跟什麼 生小孩什麼亂七八糟 這個是在後面 初選前在丟的 你說這個計劃 原本在6月1號之前 一個鼓咒 我之前就聽到 就是這樣嘛 就是說你在之前 你就到這樣就可以了 哪知道吳子佳董事長 總之要衝這麼快 本來是要慢慢丟 現在就太快了 本來是講說 那個要等到他 初選之前 再把這個震撼彈丟出來 可是他就在6月1號之前 丟出來 所以這個6月1號之前丟出來 對他的影響 說實在話 我們現在選舉 你如果沒有拿出具體示證 跟你說話 說實在大家會信者橫信 一定不信者很不信 對不對 我已經把你韓國 他當作是新的人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是新的做壞事 所以這一定是妖魔化 妖魔鬼怪 所以你看好了 6月1號真的就像 吳子佳董事長講的 人會越來越多 所以到底是好還是壞 我說實在 站在我們的角度 我們平衡的角度 每天說到嘴角全部 我們主要的就是要一個 證據 要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他們能夠儘快把事實 拿出來給我們看 不過思琪這個事情 最嚴重的地方 不只是私得的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公眾的利益 你看吳子佳直接講 請問這一名王姓女子的房子 到底是租的呢 還是你韓國瑜買給他的 那韓國瑜之前不是說 一瓶礦泉什麼滷肉飯 還跑到台北來說 他沒有資源嗎 好 那你那個時候 為什麼有哪來的錢 去把他買房子 是一個還有一個 你在就職以後 給了他一筆照顧費 高達數千萬元 好 那這個數千萬元 對啊 數千萬元 從哪裡來的 那以你之前的說法 你沒有這個數千萬元 好 如果這個數千萬元 像吳子佳所說的 是來自於選舉的 也許是政治獻金等等 那他背後牽涉到的 是什麼樣的危機 好的 那我們從剛剛的 一些分析中就知道 這件事情其實目前為止 就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嘛 只要沒有資料 沒有真實的證據出來的話 相信的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的確他就是這樣子 不相信的人就不相信 那可是為什麼會變成這個原因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回推一下 就是這個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現在韓市長 他出來的理由是什麼 他出來的理由 他當時給人家一個很好的形象 那這個形象 除了這個一瓶水 和那一碗滷肉飯之外 還有一個愛家戶家的形象 所以他找了一群 一群支持他的人 事實上我們從去年公投 也可以看得出來支持他的人 就是有這種傾向了嘛 那今天這件事情起來的時候呢 一開始大家以為是一個什麼八卦 是不是要攻擊他死的 後來看到不是 中間還有幾個過程 那還包括說是不是 有這個滅證啊 稅金啊 或者是說這一個 有一些什麼串證 或是什麼類似這樣的東西 其實還有一個罪 就是剛剛也沒有提到 就在我們台灣的通姦罪還沒有除罪化 所以只要要家裡面有人要提告的話 還是可以提告 所以他其實是有罪的這個 有刑法上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要回過來看 因為現在這個都還沒有進到訴訟裡面 可是最重要一點是 吳子佳董事長在接受媒體訪談的時候 他說到一個重點 他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趕快進到 這個程序之中 然後最好是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把這件事情爆出來 然後有證據出來之後 讓證據來說話 那事實上這是 這件事情我是覺得蠻憂心的 因為其實正常的總統選舉 不應該是打個人是怎麼樣嗎 那當然如果說有犯罪的事證的話 那是一回事 那正常選舉應該是 你要告訴我說 你要帶台灣有什麼樣的願景 雖然我們不期待會聽到這樣的東西 但是正常應該要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如果說到時候 那最後是吳子佳董事長 有證據出來 那當然是會影響到這個韓市長 但如果沒有證據 那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 那整個選舉的焦點 其實是完全被模糊掉了 但是這中間回過頭來 就是這個韓市長 我們知道這個選舉的時候 你就是政黨政見候選人嘛 那他有一個候選人的 他有一個Christmas 他有一個領袖的魅力 然後讓大家喜歡他 而且他塑造這個魅力 那就是因為他這個形象 跟他的實際是不是有一點差異 對這個我就引句古話 就是寄生於核生加 人家是寄生於核生量 這吳子佳他爆料太早了 我覺得如果這總統明天選舉 韓國瑜我們四個 明天是今天幾號五月三十月 六月一號就要幹嘛了 造勢啊 對啊造勢而已啊 明年一月選舉又久了 你是在記什麼啦 你五指現在是小肚 房地產你去問一下 姓王的大家都在找姓王的 誰房子買在哪裡 真的假 兩個都政治老高 不是 老監計劃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這次韓國瑜好像 好像裝得好像一副正義延遲 他母子都選在哪裡 那早就早的事了啦 蛤你覺得 李嘉芬早就知道了 這種事情十幾年前 那如果不知道我會說 兩個看出來 在外面和化妝一定會發發的 兩個就出來說沒事了 對不對 老教啊 哪有可能做這種事啊 可是有的時候他出來 你們也說人家在演戲也很大 就是演嘛 現在觀眾吃飽營營我就說過了嘛 白天淨禪 晚上就看電視 看今天晚上又有什麼新進展嘛 對不對 因為就我說的 因為台灣已經陷入了惡鬥 各位 吳子佳那時候沒記錄 他都穿一筆錢全部在用膏 跟他話相說的 只做沒用膏就沒用膏 你只... 原來他 2017年的時候 馬英九他是不是倍百八萬 對不對 2019年吳景森 他是不是倍二十萬 他會說話 會聽的 真的那些都會吃的 不過你沒感覺 他這次好像真的 對啊 上膏給他 你也感覺沒人膏 屬性也是真的啦 啊 韓國會會這樣嚇 2017年的時候 馬英九他是不是倍百八萬給人 對吧 2019年吳景森 他是不是倍二十萬給人 他會說話 會聽的 真的那些都會吃的 不過你沒感覺這次好像真的 對啊 上膏給他 你也感覺沒人膏給他 屬性也是真的啦 韓國會會這樣嚇 沒有 我一陣子就說了 我什麼都做過了 花天酒地 三人換我都做過了 黑頭 八道都做過了 他有沒有消毒了 在選市場前就消毒了 再來這頭 我告訴你明天 因為他又多增加十萬人 你這麼認為 不要懷疑 台灣民眾就是很激情的 政治參與度都很高的 會在那正常 晚上看電視 半碗坐高鐵就起來了 所以吳子佳有點秀斗 你知道嗎 歡迎來告 你是打他拍的 這資料是送給你的 國民黨內渡內行 外渡外行 從蔣介石開始就這樣 丟掉大陸也是如此 各位 你有沒有發覺 民進黨一句話都不講 對啊 這個時候 我幹嘛來躺渾水 你自己去拼拼拼 先拼拼後對不對 我們起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就好了 我們處理解決就好了 這個是我就一直覺得 很有趣的一個話題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你是要滅韓粉 結果韓粉越團結 不對的嘛 我告訴你台灣政治的文物 只要讓他出來選 叫一個學者出來選 保證小3到小18全部都有 台灣真的可憐 一定要政治才能夠把你內褲脫光 所以你看多可惜 所以我要請教這個親皇 因為吳子佳也特別提到 其實在去年韓國瑜要選的時候 他就知道這是一個問題了 所以當時他曾經要說服王小姐 出國去 在這段時間先去避風頭 但是王小姐不肯嘛 那你聽到的有關於王小姐的消息 還有哪些 其實這整個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脈絡是 相關的爆料不是現在才發生 其實我們在今年陸陸續續都有 接到一些跟韓國瑜有關的相關資料 像比如說我也曾經聽到就是說 有韓國瑜有得癌症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這個訊息坦白說 你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但是我們很確定一件事情是 那個是跑黨政的記者 然後從國民黨內的人 把這消息給他的 也就是說跟韓國瑜有關的 爆料這件事情 其實今年本來就有在發生 只是對我們來講 那個東西沒有真憑實據 你不會真的說把它拿出來 在媒體上面爆料拿來講 可是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它就陸陸續續一直在發生 然後更妙的是什麼呢 你會發現這個時間 你說那個是民進黨去做這個爆料 去收集這些黑資料 太早了 你如果真的要做這個事情 你也確定國民黨真的是 由韓國瑜出來選了之後再說 現在還有個郭董跟他在競爭 你又還不確定是誰要出來 民進黨幹嘛現在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可見這件事情 要嘛就是你們國民黨內的人做的 要嘛就有可能跟韓國瑜身邊有關的人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件事情更妙的是什麼 是今天吳子佳所爆料那幾張照片 不管是那個所謂王小姐的照片 甚至小孩子的照片 這幾天都有人丟出來 你覺得這個照片的內容 包括他在新莊的住所 可能在哪裡這些資料 這個不認識他們的人會有這些資料 會知道這些訊息嗎 不可能嘛 會把這個資料丟出來 甚至像照片這麼細的內容 這個憑良心說只有你們內圈的人 所謂內圈的人是說 跟韓國瑜認識有關的人 他才可能手上有這些資料 這不是一般人憑空就可以得到這些資料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會讓人家懷疑說什麼呢 懷疑說這個事情是不是你們國民黨內 甚至是跟韓國瑜有關的人把這個料丟出來 而且這裡面更妙的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 過去政治人物只要遇到這種被懷疑說 跟小三有關的跟外語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通常都是政公陪著出來開記者會 由政公幫你背書說這個事情我相信我的先生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這個事情 到今天韓國瑜去按鈴申告為止 你也沒有看到李嘉芬出來講話 然後妙的是這個事情 因為第一時間爆出來不是今天 這個事情是5月24號26號左右 吳子佳丟出來的 吳子佳丟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韓國瑜的回應是叫大家去問黃文才 對不對 他叫大家去問黃文才 然後黃文才那個時候面對媒體的提問的時候 黃文才其實那個時候他講了兩件事情 讓大家這件事情產生後面無限的想像 什麼叫無限的想像 他講兩個嘛 第一個真的有王小姐 第二個真的有過夜這件事情 那你想想看 就我們一般人正常的想法裡面 一個男人要到一個女人家裡面去 就算為了打麻將 然後要在人家家裡過夜 其實聽起來對太太好像也不太尊重嘛 那更不用說這件事情其實 到底去的人打麻將時情是怎麼樣 這個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知道吳子佳到底拿到多少的料 也就是說他講的那個監視器的畫面 他說他看過畫面嘛 那個畫面的內容到底 他的依據跟證據是什麼 到什麼程度不知道 可是問題在於說 吳子佳所講的這個內容 是被黃文才定掉了兩個點 所以才讓大家開始產生後面的想像 所以我們看這整個疑雲 你看這是網路上的一個評估的風向圖 整個的網友現在已經到什麼程度 只要Google新裝就會出現王小姐 你知道嗎 你只要Google新裝兩個字就會出現王小姐 你看有這麼多有關的跟他相關年度 王小姐很高的爆料 吳子佳 韓國瑜 這些關鍵字都變成網友現在好奇的關鍵字 他們現在Google上面幾乎是報表 所以這個事情 如果當初黃文才沒有講了這麼 就幫大家肯定那兩個點踩住的話 後面沒有這麼多想像空間 所以你看到的發酵是什麼 是黃文才講完了之後 吳子佳繼續丟新的內容出來 所以才會在這兩天我們看到什麼 昨天之前看的是王小姐的照片 今天丟到的是一個疑似是小孩子的照片 然後就像剛剛前面在講的 那個小孩子到底幾歲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只是一個吸引大家注意力去看 真的有個小孩 所以他所引導出來後面的內容 你去注意看吳子佳在談的 已經不是單純在所謂的 有沒有婚外情 桃色糾紛這件事情 吳子佳後面踩的點是什麼 他在談的是一件事情 政治獻金 昨天之前看的是王小姐的照片 今天丟到的是一個疑似是小孩子的照片 然後就像剛剛前面在講的 那個小孩子到底幾歲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只是一個吸引大家注意力去看 真的有個小孩 所以他所引導出來後面的內容 你去注意看吳子佳在談的 已經不是單純在所謂的 有沒有婚外情 桃色糾紛這件事情 吳子佳後面踩的點是什麼 他在談的是一件事情 政治獻金 他在講的是政治獻金 所以他其實談的是 第一去年韓國瑜在選完之後 那些相關的人給你的政治獻金 是不是都依法申報 還是有沒有依法申報的政治獻金 那這一點這件事情你看 今年多少人出來講 蔡振元有沒有出來講4000萬 然後吳子佳之前有沒有講過 800萬加600萬 然後甚至有提到說 這個內容裡面還有人有簽名 這些事情然後到光晴姐所提出來的 3200加500 這個東西都是政治獻金 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政治獻金這件事情 到吳子佳後面在談的是說 裡面有一些錢是怎麼樣呢 透過黃文財然後交給王小姐 那這個行為叫做什麼 這叫贈語 那贈語這件事情在台灣依照法律要不要報稅 那個是有贈語稅的問題 所以他裡面已經牽扯到兩個法律的問題 第一個是你政治獻金有沒有依法申報 第二個是你如果有贈語行為的話 你有沒有依法申報贈語稅 所以你會發現吳子佳其實他丟出來的爆料內容 其實越砍是越深入 那所以當今天這整件事情講到這邊來的時候 其實後面的政治效應很大 很大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不要認為說今天韓國瑜去提告完了之後 這件事情好像就止住了 那因為他敢提告 所以表示他可以負責 錯 你記不記得柯文哲在MG149案子的時候 如果柯文哲只是做一個提告的動作的話 MG149的案子會停嗎 羅淑雷當然繼續修理他嘛 他會停的原因是因為他把整個帳戶都公開出來 但這件事情麻煩在哪裡呢 韓國瑜這件事情麻煩在 他不像MG149可以把這麼多的帳戶 一次貼在後面的牆上面給你看嘛 所以他就變成說 這些事情你會發現吳子佳其實是很有步驟的 而且你也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資料不會只有吳子佳有 一定有相關的媒體跟週刊有 所以你會發現不是只有吳子佳在丟這個內容 是連相關的媒體也在丟這個內容 而且大家切入的點還不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已經談到什麼事情了 談到這裡面疑似婚外勤的事情了 談到裡面疑似私生女的事情了 談到裡面疑似政治獻金有沒有誠實申報 談到有沒有正與最申報的事情 這四件事情 相關的發酵會變成什麼樣子你知道嗎 相關的發酵會變成 如果有一個破口出現的時候 他對韓國瑜的誠信問題就會開始怎麼樣 開始挑戰他 他就變成一個破口 也就是下個禮拜如果或是這幾天 我們看到媒體報導在這幾個點 找到一個點的話 那其實對韓國瑜就是很大的挑戰 那我也相信這個時間點丟出來 對於韓粉他會覺得說 你們這樣打壓韓國瑜欺負韓國瑜霸凌韓國瑜 所以明天我們要一起站上凱道去挺韓國瑜 但問題是在於 這個對於選舉後來的影響是什麼呢 他影響到的是中間選民的觀感 所以這不是說你只是證明說 這個婚外情這件事情是假的就沒事 而是這些事情只要其中一個變成破口 然後吳子佳方面提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是真的 那這個事情對韓國瑜的個人的信用就有挑戰 那更不用說這件事情傷害最深的是什麼呢 到後面這些事情其實會進一步影響到的是 大選中動態裡面對於國民黨的印象 因為你就會覺得這個事情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呢 然後怎麼會有錢的事情沒有處理好呢 所以你看像今天也有媒體人在講說 其實韓國瑜身邊搞不好有人是怎樣呢 他就是在給資料的人嘛 要不然怎麼會有這麼細部的資料會給出來 那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裡面又更進一步的傳到說 韓國瑜的團隊裡面其實呢 裡面有一些人是互相鬥爭的 那互相鬥爭的狀況是說 可能是他本來要某個位置 要不到之後呢 心裡有嫌隙 所以把資料丟出來 你看現在連這樣的傳言都跑出來了 可是當這個傳言我們在研判 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時候呢 你還真的不能完全排除他有發生的可能性 因為那個資料內容真的是太私密了 所以我們才會說這個事情你要繼續往下看的是 他後面在大選中會產生的影響 以及接下去我剛剛所提的那四點 哪幾件事情開始變成破口 不過世聰啊 前的問題是最難講得清楚的 坦白說如果吳子佳或者是蔚藍 你真的拿不出什麼政治現金 你有收到的這個證據 然後如果這是烏龍暴露 那是非常可惡的事情 我們在這邊也要特別強調 必須你要拿出證據來 但是我們來看 當中他其實吊詭的地方 剛剛清華有特別提到說破口的問題 如果說真的有這件事情 那這個破口會在省省省省 我們其實從當事人一個一個來看 你看這個王小姐的角色 最關鍵啊 今天王小姐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然後他的房子到底是誰買的 他現在住的房子 還是真的是租的 還有他現在的生活費的所有的開支 他的生活的情況 如果說是高達數千萬元 交給了這個王小姐 那這個錢是不是真的是在 韓國瑜就職以後發生的行為 那就算在就職前 難道就沒問題嗎 你怎麼看 對 沒錯 事實上現在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爆料 然後這個到底是誰給的資料 事實上我覺得從這個 所謂的吳子嘉董事長 講了有非常多意思 你看他居然說 王金平已經預告不祥的結果 為什麼他要特別點名王金平 為什麼王金平預告不祥結果 對不對 為什麼他要特別點名王金平 還是他知道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一定是玻璃反 因為這種這些資料 完全不是我們一般 譬如說這個也不是 不是說他周邊的人知道 這一定是要非常親密的人才知道 對 因為他講很多 你看他 吳子嘉董事長講的 黃文彩躲在那邊善後滅勝 甚至躲在樓梯間裡面 這個 這好像講到就是 你監視器畫面看到一樣 這誰會知道這種東西 而且他還講黃文彩有寫日記的習慣 對 所以很顯然 我認為應該不是黃文彩 那也不是王女他們 他們應該也不會去告這個 不會不至於 所以一定是他周邊非常親密的人 那到底是誰 那當然這個我們就非常好奇 那至於說 那到底是 難道是國民黨內部誰放出來這個消息嗎 因為說實在我不認為會是民進黨 因為現在其實 現在民進黨也在黨內要準備要進行初選 國民黨目前也在黨內初選 所以比較有可能的確是國民黨內部 因為總統大選的關係 才會有這些效應 那到底是誰 今天郭董第一個時間他就說 我有很龐大的這個律師團 我可以來幫你對不對 所以顯然郭董也是在切割 可能有人會懷疑的話 他認為說不要認為是我 我還願意 他在切割 我律師團都要提供給你 一定不是我幹的 對 當然因為這個時候 既然他說是窩裡反效應的話 那就只有國民黨兩個人 跟他 目前跟韓國瑜競選的人 才有可能 很多人在問這個爆料對誰最有利 對誰最有利 那當然大家都懷疑一定是郭董 所以他第一個時間 當然會出來切割 那我覺得其實 這個的確就是國民黨內部的 我覺得比較像是國民黨內部的 因為這樣子 然後提這個讓吳子佳去爆這個料 事實上很多人之前都有接過 相關這些爆料 我要講說其實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對韓國瑜市長來講的話 他一定要好好的面對 跟好好的說清楚 因為這裡面有太多太多 我覺得其實我必須這樣講 私德的事情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是可大可小 只要他能夠處理得好的話 譬如說真的假設 我說假設真的有 他說還跟人家道歉或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對他的尺度 未必會傷害非常大 但是問題是在於說 他所面臨到的很多都是有刑事 或是有法律上責任的這個狀況 這個才是對他比較 所以我才說這個打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滿綿密的一招 不只是你的私德 還有你很多 為什麼他要 為什麼他要把這些資金都講出來 資金講出來的時候 他要逼你什麼 逼你把你過去所有 可能從北農時代一直到 你未來的這個政治獻金的東西 全部都要掀出來 他就是要全面的檢驗你 所以我才說這個對韓國瑜市長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關卡 有時候打麻將也可以洗錢 這個資金有很多了 賭過什麼都可以洗錢 麻將跟賭有關 情色或是外情 是是 錢你這個數千萬哪裡來 你看這個指控 我覺得就是說 私德的指控 對韓國瑜市長的殺傷力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也出來消過賭 以前年少不懂事 我覺得大家或許在這一塊上面 不會對他要求那麼高 不像是其他候選人會要求那麼高 但是你有法律上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不是道德層面的問題 你涉嫌 說一個總統候選人 假設你涉嫌到逃漏稅 你涉嫌到洗錢 你涉嫌到政治獻金 報了不實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個很多選民 都無法接受這個狀況 所以我才說 這後續的政治效應來說的話 我覺得 因為吳子嘉董事長也是 我覺得他好像也是蠻信心滿滿的 他說你趕快告 我們趕快到法律上來 他認為說他有非常多的市政 當然我們也很希望說這件事趕快把他弄 我覺得對韓國瑜市長來說 他的確 如果沒有的話 他一定要趕快把這件事情 離清楚 最好趕快在法律上面還他一個清白 他自己也講 現在唯一能還他清白就是法律 他說趕快開庭 對所以趕快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如果吳子嘉董事長有很明確的指控來說的話 我覺得現在你可以看到 現在媒體也是越來越多新聞出來的 包括說你看原本是這個王小姐 現在連王小姐的弟弟都出來 所以我才說 其實似乎目前媒體跟這個很多相關人士 就是掌握到的證據 比我們目前看到的都還要多 所以我才說這個其實或許真正的好戲 後面還有非常多 但是當然這個吊詭的就是說 如果說不是這個王小姐的話 傳說中的這個王小姐 為什麼要把臉書給關掉 然後把所有的動態消息全部刪掉 你就跟大家講說 不好意思你們找錯人了不就好了嗎 所以這個動作是不是很奇怪 包括了跟他可能有相關的弟弟 侄子 然後也都把這個臉書關了 所以不奇怪嗎 等一下請教義中 但講到王小姐 這個人應該會更憤怒 那就是李嘉芬 李嘉芬的態度呢 當然跟這個事件息息相關 因為他的態度攸關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啊 好我們來看 這一期桃色風暴呢 李嘉芬到現在還是神隱的 但是我們看從5月24號 吳子佳爆料 說韓國瑜夜宿在一名王小姐家裡頭 後來就爆出來說 李嘉芬原來完完全全不知情 然後隔三天週刊又接到爆料說 其實李嘉芬這個時候知道了 而且超火大的 他就去質問了黃文才 然後還爆料說 其實他跟黃文才兩個人早有心結 但是呢正在一個女人的角度 如果這個朋友老是帶著我老公去花天酒地 當然會有心結嘛 然後這個心結是不是早就開始了 好再來 又是隔三天 吳子佳就爆料說韓國瑜外遇生女 而且還說呢李嘉芬爆跳如雷 因為醉昏倒大概就是李嘉芬了 因為吳子佳的說法是呢 李嘉芬十幾年來栽培了韓國瑜 結果最後被韓國瑜背叛了 那甚至呢 這個清韓的這個蔡農李嘉芯也說 李嘉芬的態度就是支持提告啊 李嘉芬真的超生氣的 然後呢他支持提告 是因為真的沒這件事嗎 好 然後5月31號呢 韓國瑜就說我太太當然知道囉 而且我們都理性討論 完全沒有問題 哎 理性討論這四個字 是不是有點奇怪 如果沒有這件事情 我身為太太的人 我當然火大 敢這樣欺負我老公 所以你怎麼看韓國瑜的說法 韓國瑜今天在提告的時候 他的說法他回應記者嘛 記者就追問他很多吳子佳 爆料的問題嘛 韓國瑜就講了兩句話 耐人尋味 一個就是孩子在哪裡 第二個是錢在哪裡 就是說韓國瑜對這兩件事 他是問的比較白 就是說你說我外語有小孩 沒有嘛 孩子在哪裡 你要拿出證據來 然後錢 你說我動用什麼錢 那你證據在哪裡 但他並沒有提到另外一個 就是小三在哪裡 他應該問三個問題啊 欸 那小三在哪裡 可是他避開了小三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經常都提到這件事 他說我們跟我太太是理性討論 所以就會這裡面就會出現 隱隱約約就浮現就是說 似乎緋聞是真的 而這個生小孩這件事情 可能是烏龍爆料 所以就變成是羅生門 那我覺得 所以不過我覺得很荒謬就是說 那你連李嘉芬知道不知道 都可以爆出來 這到底是怎麼樣 請問是 這件事情大概就說李嘉芬跟韓國瑜 在兩個裡面加裡面 那我請問為什麼會有人知道 我覺得台灣有時候 我們當然有時候看這種八點腦零區 有時候會看得很開心 就覺得很好玩 但是你的爆料不能爆過頭 就是說當你一爆過頭的時候 有點像在那邊吊人胃口 所以你看看我今天有這個資料 明天丟這個資料的時候 民眾會反感 他有時候變成是兩面刃 所以我說吳子嘉董事長 有時候他現在是在玩火 然後我就說 如果他有真實的證據 一槍斃命的話 那當然他絕對是一次就毀滅韓國瑜 但如果相反 你一直都拿不出資料 一次兩次 民眾的耐心是有限的 這件事情從上禮拜 從杜子誠爆料開始嘛 然後在吳子嘉跟著爆料 大概也差不多兩個禮拜 我覺得民眾的耐心是有限的 我如果到下禮拜 那韓國瑜也提告 之前大家怕說 大家嘲諷韓國瑜說 你不敢告 你不敢告 韓國瑜今天也告給你看 雖然他告的時候 他只提到說 錢跟小孩的事情 好 那但是如果接下來 如果什麼事都要交到法庭上 那就表示你吳子嘉在耍我們 台灣人 我覺得真的這個東西會引起反效果 民眾可能會覺得說 那韓國瑜是被某種程度 就是沒有清楚的 保證像剛剛明哲他們就提到 這個資料大家都多多少聽到 可是沒有人敢拿出來 就表示你的資料可能只是耳聞 你沒有一槍斃命的證據 台灣民眾現在對這種政治的 這種黑資料的爆料 大家已經慢慢有點免疫了 過去找起一個非常光碟 大家丟出來 選錢丟出來那個候選人就掰了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一回生二回熟 這種事太多了 所以現在台灣的民眾 要相信的是看到一槍斃命的證據 我再講一個 像去年選舉的時候 柯文哲那葛特曼事件 說到MG149器官移植 還什麼到中國跟法輪功 講得最正確好像真的一樣 結果葛特曼來到台灣以後 他講了什麼 他是拿出一張照片 他有沒有拿出什麼證據 沒有嘛 所以柯文哲有沒有連任 有嘛 對 所以我現在講就是說 這種爆料這種玩火自焚 這件事情絕對不會是民進黨在碰 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如果民進黨知道資料 他去年1.124以前就會丟 聽說第二個是這種東西我剛剛講 因為你的資料不夠具體 即便民進黨在去年1.124之前 就可能就聽耳聞過這件事 因為今天吳子佳不是嘲笑陳其邁嗎 你也不好 你這種事情也不會拿出來講 問題是 因為如果也許民進黨導致知道 可是他沒有一個具體的資料的時候 他如果在去年這樣亂丟出來的時候 這個傷最大的不只是傷到高雄市 連民進黨整個威信都可以丟掉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是玩火自焚 那我們再回到李嘉芬 對李嘉芬來講啊 我覺得雖然有一句話很殘忍 可是還是要跟他講 在感情的世界裡 不被愛的才是小三 這對嘉芬姐來講 他要的是這一塊 可是你不能這樣講 他們現在出席多少場合的時候 夫妻感覺多恩愛 他哪有不被愛 至少韓粉是怎麼看 我們現在拿兩個情況來看 第一個是因為這個十幾年的曖昧 你說李嘉芬完全不知道 很難啦 你當三不五十 就是可能有夜宿打麻將 你說一個太太都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的那個 有點不尋常 所以他有可能他早就知道 那有可能他這次完全不知道 就是韓國瑜瞞得很好 他完全不知道 可是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情對李嘉芬來講 是非常的難堪 任何的女人 我相信全世界的女人太太 老公只要出這種事 一定都難堪 可是怎麼辦呢 現在老公要選選舉啊 第一個他已經是高雄市長 第二個他還要選高雄 他還要選總統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解決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管嘉芬姐 等一下如果這個緋人是真的 第一個如果緋人是真的 然後第二個如果李嘉芬 不管他事前知道或事後知道 總是得處理這件事吧 那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如果是以嘉芬姐的個性 這可能是一個以大局為重的人 韓國瑜在過去十幾年 人生低潮的時候 他在哪裡工作 他在李嘉芬的 他們家裡開的學校 也就是說這十幾年來 等於是李嘉芬的娘家 支持著韓國瑜 支持著韓國瑜 讓他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這樣的一個對這樣丈夫 已經做到這種人之意境的情況下 如果他假設真的這個緋文是真的 你覺得李嘉芬有多難堪 然後更難堪的是 現在還面臨到說 老公已經是市長而且要選總統 已經很難堪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會站在對嘉芬姐來講 這件事情就是他怎麼面對 很難處理 而且你剛剛有特別提到嗎 你看那十幾年他支持著韓國瑜 結果現在如果真的像無死嘉講了 他拿到了幾千萬去 給這個小三生活照顧費 那李嘉芬當然很冤啊對不對 我們講了紅粉之急這個在他這種 陷阱這個標籤的政治人物 不算什麼 王永慶都要帶三個啊 這是什麼 這個沒有什麼的啦 可是他愛家男好男人形象啊 我告訴你愛家他以前愛家嗎 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在這裡我不會比到這樣嘛 他自己講嘛 我荒唐過好幾天啊 民眾知道你打這個笑度啦 笑度啦 所以你知道 那個郭台銘多聰明嗎 馬上跳出來說 你要告我提供我所有的律師團給你 我的律師團非常強 對不是律師重要 是我沒有陷害你韓國瑜 啊你聽到嗎 內鬥的者不是我 我不是淫武者 不是我啦 這家是很聰明的地方 所以自大國如噴小仙 結果學偉你怎麼看 居然李嘉芬生氣 這個吳子佳也知道 然後你看李嘉芬到目前為止真的是神隱啊 你覺得李嘉芬 不出來的理由是什麼 其實他出來一講我挺老公 會不會一切就沒事了 不是啦這個李嘉芬出來當然要找時機 那怎麼可以一開始就出來講 對不對 你覺得他在找時機 人家說你不是 我就昨天一再強調 政治人物在出什麼包的時候 沒就砍出來外面 我認為對女生很不公平嘛 對不對 李嘉芬是何許人 大家對他不了解 對不對 他們當時在西羅旺族 他們老闆李日貴在西羅化罪的 兼職的拜託的 而且那個政治世家 現在他兄弟還在做議員 對不對 他以前也幹過好幾屆議員啊 所以你說李嘉芬 那這種事情他看不透嘛 對不對 他看很多啦 對不對 政治人物說實在話 你如果要翻的話 尤其是地方上政治人物 在外面小三小四誰沒有 對對 你說韓國瑜說實在話 他以前就他就講說 我以前荒唐過 荒唐到什麼程度嘛 對不對 你們老公經常 拔名字帶去打麻將 看到李嘉芬眼裡說 你拜託的 你拐拐要時間繞 繞回來就對了 對啊 你要繞回來你知道嗎 身手要繞回來 所以韓國瑜以前 對他的小孩很好啊 對不對 他很疼他的那些小孩 所以他的家庭是完整的 對不對 而且說實在話 時間繞真的都繞回來 所以李嘉芬當然不會過問 他在外面幹什麼嘛 對不對 而且說實在話 你說你今天搞到在外面 有生小孩 或者是什麼 有紅粉知己什麼 你說李嘉芬都不知道 那也不可能嘛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李嘉芬那個 你覺得他一定早就知道了 不是啊 他只要耳聞說 他可能在外面有 可能荒唐去打麻將 去唱歌喝酒 上酒店上酒家什麼東西 這個他都知道嘛 而且男人上酒家上酒店 幹什麼你怎麼會不知道 問題是他眼睛睜一隻眼 閉一隻臉對不對 你說韓國瑜他自己也講過說 他已經荒唐上酒店上酒家 我那天他看他在唸心經的時候 我就很想講一句話嘛對不對 吹黏筋啊 手沒什麼嘛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說 這個酒杯就是他當年 人家說現在都沒有啊 睡覺前都在唸 所以我就說他當年 在外面當議員當立委的時候 不要騙啊 有時候也會遮到嘛 尤其媒體的時候 跟這些政治人物怎麼會不知道 那問題是他的家庭就是完整了啊 對不對 所以他選舉選高中市長說家庭就是這樣和諧啊 不然你把他加對不對 他老婆都沒有過 像這種事情的話 老婆有時候放牛吃草 你只要把家顧好 你不要影響到我們這個家庭的完整性 很多政治人物 尤其李嘉芬這種政治人物 他當然看得清楚嘛 所以他為什麼他第一次要跳出來 去反駁這些東西 其實要毀滅韓國瑜的計劃 從去年十月就有了 去年十月就有毀韓計劃 那時候我就北京增盛過了 真的嗎 拜託會大 你聽過韓國瑜以前有什麼非法 還是什麼事情嗎 可以提供嗎 對不對 當時就有人在找這些東西嘛 找他的黑資料 找那個黑 那個那個 黑他的那個 看有沒有過往的一些 不看入目的事 所以那時候人家就來問我說 那個時候他不是說 當初傳說他在立委任內 不是幫大同區大同分局去施關押 那個施壓那個 關說一個那個開槍的殺人案嘛 對 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很多嘛 就一直來問 問了一大堆啊 可是我說實在話 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到今年二月的時候才開始 對 才開始有人開始在問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說實在話 到目前為止 你就是沒有 為什麼那個王小姐要關閉他的臉書 對為什麼 我可以確定王小姐是韓粉 他之前臉書PO的東西就是他去參加韓國瑜造勢大會的畫面 照片 那他是韓粉嘛 韓粉可不可以講說 直覺說就是他在跟他外域生個女兒 這有點差距有點落差有點大 對不對 那可是吳嘉董事長 他為什麼丟出這個生女兒的這個消息 而且他丟是一次一次一次丟 可是這樣講你看 像我們剛給大家看這個照片 人家這個人在北農認職是真的啊 認職他好朋友啊 搞不好這個王小姐他以前當廣告AE 有幫他很多在廣告上的忙 然後都姓王然後都是台南人 這個是他們親家沒錯啦 那個王小姐的親家沒錯啦 應該是他自己 他能夠進到北農區 應該是他自己啦 因為是親家 我們進北農就覺得很奇怪啊 啊不是啊 你今天有可以推薦的或可以幫忙的人 我們在外面走跳很多是 很多也看得很多啊對不對 今天一個地方首長職的時候 我說清楚他很多的缺也是都好朋友啊 甚至有酬庸的也有啊 什麼東西也有啊亂七八糟 你的重點來要好朋友 對啊應該好朋友 好朋友我就跟你說嘛 那時候也紅粉之急 對不對 紅粉之急有沒有到生女兒的地步 就不知道嘛對不對 而且我說實在這個黑 說實在要黑函的資料 大家在外面一直在找這些資料 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啦 而且那個王小姐很多人都認識嘛 真的啊 那個王小姐很多人都認識嘛 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報出來就有無疾要報 而且他報這種東西 說實在你真的 一千砍死的資料拿出來 對不對 那你如果沒有要 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大家都沒有要報 就是因為查不到啊 他現在所以他丟出來說 快點啦 有的來好啊 眾志層層一次打垮韓國瑜 所以有點在釣魚的意味 不過清皇如果說王小姐 真的很多人都認識的話 那為什麼到現在查不出 到底這個是真的是假的 包括這個王小姐的存在啊 住哪裡啊 這樣一查他的房子 到底是誰買 不就很清楚了嗎 而且照這個學委 跟這個中南的說法 其實坦白講 他們都認為說 李嘉芬早就知情了 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王小姐的資料 要憑良心說真的有一些人 已經有他的資料 然後他的住處等等的 其實有一些媒體 他們有掌握 但問題只是在於說 他跟韓國瑜的關係 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才說 這件事情 你到了差不多下個禮拜的時候 搞不好他可能 還有新的進度 但另外有一種可能是什麼 就是像剛剛學威哥在講的 因為其實媒體操作 本來就有這種習慣 就是當今天他出來開了這一槍 因為那一槍 其實之前很多人 我們看到那個照片的時候 你就兩張照片 要拼成整個完整的故事 對我們來說 這個也很堅強嘛 所以那個即便我們之前看到資料 你也不會把他拿來做爆料的動作 可是他有可能開完第一槍之後呢 是看有沒有人要再補充 更多的資料給他 那當然他也有這個味道在裡面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這整個事情 其實吳子嘉之前的態度就是 一直你來告我 你來告我 這一句話 吳子嘉不是今天這件事情才講 他是之前在講 八百萬加六百萬 那個政治現金事情的時候 吳子嘉就已經講了 就是歡迎韓國瑜來告我 所以你去看吳 這幾個禮拜講了幾次歡迎韓國瑜來告我 對啊 他擺明就是很希望韓國瑜真的去告他 也就是說 他當他打了這個牌出來之後 他會不會聚焦了很多媒體的焦點 就好像我們今天看到他去北檢那個樣子 多少媒體包圍他 然後就是希望呢 在他那邊能夠得到其他的訊息 那所以在這件事情裡面你會發現 當這所有媒體交易擠到這邊來的時候 你不知道吳子嘉到時候有什麼東西 是在檢察官那邊拿出來 然後要跟韓國瑜的律師去對的 那其實每一段他們以後開庭的過程都是什麼 都是新聞的焦點 那如果我這樣講 當然吳子嘉的資料如果沒有完整到就是說 這真的是一槍斃命的話 那當然吳子嘉他有自己他要負責任 但問題是如果他所丟出來的資料 間接直接證明了某些事情的時候 那每一次的開庭對韓國瑜都是有殺傷力的 所以你就會去問說 那請問到底吳子嘉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讓人家很自然不去聯想 就是說為什麼吳子嘉其實在什麼地方去講他這事情 是在他的節目他跟柯文哲的支持者R接手開的節目 他在那邊去爆料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現在記者最近幾乎都是圍在他節目那邊 等他他有什麼新的要講話的內容 所以我們來說就吳子嘉做這件事情 你去懷疑他的動機大概就兩個 一個是他要把這個媒體的美光燈膠點放在他身上 第二個是他做這件事情其實像變相在幹嘛 其實變相在打壓就是韓國瑜的這方面的士氣 所以你會發現這件事情其實 會對於中間選民會提起很大的疑慮 尤其是我剛剛其實在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我們剛剛在談的是李嘉芬的想法 李嘉芬的心態 那個其實是對婦女選票來說 其實會覺得哪裡怪怪的 尤其是什麼呢 尤其是我剛剛談的 你想想看你的先生到外面去打麻將過夜不回家 而且還發生很多次 就算說他說他以前肥內是正常是怎樣 其實在一般婦女選票看的時候 你說遇到選舉的時候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我想很多太太看來也是覺得哪裡很奇怪吧 那第二個是更不用說他後面傳出來說 他會不會還有其他資料的可能性 那伴隨而來的是其實他打得更深的是錢的問題 錢的問題是我們之前一直沒有好好的去講清楚的是什麼 是這件事情你有沒有發現好多人都在點 這件事情不管是蔡振也好還是光琴姐也好 然後到五指架也好多少人都在點錢的事情 但是錢的事情韓國瑜方面的回應 你記不記得他第一時間那時候是什麼 如果有我就辭職 我就辭高雄市長 韓國瑜那時候其實一開始是讀很大 但問題是到後來你會發現 韓國瑜在這件事情態度的時候 就沒有像前面一開始壓這麼大 因為很多人的相關的傳言其實是什麼呢 一定是有個資料來源的提供者嘛 那那個資料來源提供者是誰 其實你在對照今天吳子佳所丟出來這個資料來源 你覺得那後面資料來源提供者 到底想做什麼事情 他要做的事情不就是要把韓國瑜在黨內出選 這個時候把它打垮嗎 所以要打垮這件事情 才會讓他不斷地丟這麼多的資料出來嘛 那這些資料就是從我們之前講的 從政治獻金一直到現在這些相關好像逃舍的新聞 那只是說這個事情在發展下去 其實大家現在在看的就是他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做止血 因為畢竟明天有一場這麼大的造勢活動 那6月22號又有一場在台中大型的造勢活動 那這個時間其實很有趣 你可以說如果今天這些是烏龍爆料的話 會把韓國瑜這兩場造勢活動 因為同時在一起 可以把他媒體聲量打到極高 可是問題在於說這個時間點 如果他丟出來的東西是有殺傷力的話 這就是雙面刃 一面如果沒有是烏龍爆料可以把你打得很高 但是如果是真的話呢 你相反也吸引很多人去注意你說 哇 這件事情為什麼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誰是後面那個淫武者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資料提供 那個其實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那個資料 剛剛學位哥不是說二月嗎 其實我也是從二月三月開始拿到相關的資料 那這個事情丟出來的人 很多都是國民黨黨內的人 那這些國民黨黨內的人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就很有趣了嘛 那就這時候你就聯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國民黨有一群人怎麼樣呢 他們就是不希望韓國瑜選 那麼這一群人不希望韓國瑜選 那你要把韓國瑜的支持度打掉 你就必須要丟出很多這些資料出來嘛 所以這整個事情到最後的這個鬥爭的那個脈絡 讓人家越看越清楚 所以我才說我們就等著看 下個禮拜還會跑出什麼內容出來 重點是還有什麼證據可以出來啦 可是義中打到目前為止 因為明天馬上就要這個六月一號大造勢了 你認為明天應該可以來到多少人 你覺得這個事情的效果到目前為止怎麼樣 當然是把人打出來啊 因為你今天韓國瑜已經提告 如果今天胡子佳就拿出一槍逼命的證據 明天大家就散掉了 但你今天也沒有 你還是一樣就是話還是講一半 那種要講不講 那就韓國瑜去提告 所以明天原本他們是預估10到15萬 我看明天衝20萬都有可能 凱到那個傳說中的大十字 我們在看凱到我們20萬的時候 就是以警符門為中心 然後會出現一條大十字 沿著那個中山南北路 還有那個信義路那一整條 我看明天會出現大十字 因為憤怒 因為對國民黨還有韓國瑜來講 就是說你吃人夠嗎 因為你還是拿不出證據 我們已經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你胡子佳還是沒有拿出具體的證據 所以我覺得會 那當然這裡面 不過也有跟向親王講 胡子佳可能還在養他 因為他反正他還有下 6月20日還有一場 對 他說會不會還有證據 因為國民黨的初選到7月 所以胡子佳有可能先 好 毛哥先你明天能衝出來 然後大家為韓國瑜憤怒 然後但是等到 再過一兩個禮拜 我再拿出真正的證據 所以我說這個是雙面證 那但是也只能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韓國瑜在黨內 真的得罪太多人 就是說很簡單的道理 這些黑資料 其實我覺得不相信現在才有 早就去年以前都知道 但是問題是因為去年韓國瑜 並沒有辦法預料 事前的民調也看得出來 韓國瑜可能不會選上 事實上也不太可能嘛 所以大家那時候是 國民黨團結一心 即便知道韓國瑜 可能有一些黑歷史 但是為了讓韓國瑜 可以拿下高雄這個攤頭寶 所以大家齊聚支持他 然後資料都蓋住嘛 所以他選上 但問題來了 你韓國瑜選上 高雄市長應該是一個好事 幫我們國民黨 顧了攤頭寶以後 接下來你就應該 幫國民黨輔選了吧 不應該這是互相互相的概念嘛 人家當初幫你 你也要幫回來啦 結果你現在不但沒有幫 你反而還要下來選總統 繳這個局 那你不就是踩到人家的線嗎 往往我們在講說 事實上會最親近的你的人 才知道你最多的事情 那也是最會毀滅你的 往往都是你最親近的那個人 所以為什麼吳子佳就說 他大概也知道 他一直在暗示韓國瑜 就說我大概 你大概也知道是誰在搞你啦 那可是說搞的時候是 這個東西到底具不具體 那我最後再講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韓國瑜 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樣 他不是一個正派的形象 也不是個奶油小生的形象 過去我們看過幾個 類似的政治人物 藍綠營都有 他很正派 但是他只要跟女生去了摩鐵以後 他整個政治形象一路崩結 最後就選不上 我就不講是誰都有 但是韓國瑜的形象不一樣 因為他從頭到尾給媒體 還有跟我們台灣民眾的想法就是 他是一個跟基層民眾站在一起的 他從來就不是靠那個 正派的學者形象在媒體上出現 所以像他這樣的人 如果真的有小三 確實像剛剛學伟哥講 那殺傷力不會太大 他有小三沒小三 他贏不到的事情 只要他加分結OK 不要去跟他鬧離婚或什麼的 離婚我就贊成說 如果有小三離婚是好事 但是我就說不管怎麼樣 只要人家加分OK 你們這些外人 但是他的私領域 他的公領域跟私領域 基本上是切開 但是如果另外一件事 就事情就大掉了 所以你也是物質家在影射他 就是說錢的事情 因為他說 他那個錢幾千萬 給那個王小姐是選後 那我們曉得喔 政治先進是選前 我們選舉候選會開 政治先進專戶 然後那個錢是要申報的 但是另外一個是叫 選舉的補助款 就是一票三十塊的結餘款 這個東西在目前的法規裡面 並沒有要求說一定要怎麼做 就是說你選上了以後 你那個每一票三十塊的補助款 很多人 大家做法不一樣 有的候選人是成立一個基金會 錢就捐到基金會去 有的候選人是拿去 全部都拿去做公益 那有的候選人是 扣除必要的開銷以後 剩下的交給政黨 因為當初你選舉的時候 政黨中央有提供一些贊助 那也有的像柯文哲 因為他是拿他自己的錢去貸款 他選錢不是用他的錢去貸款 所以他拿他的補助款 去補他的選舉的錢 也就是說這個選舉的補助款 其實法律上 並沒有規範要怎麼用 但如果我是說假設的假設 如果韓國瑜把這個補助款 拿去給那個女生的話 法律上他其實沒有什麼責任 但是他的錢他怎麼用都可以 但是官感極差 極差喔 他給他還是要報稅喔 震與稅 但是我說極差 這個才會影響到他的那個聲望 所以我說 也是希望韓國瑜 把事情一次講清楚 那當然韓國瑜 有可能在等吳子佳 因為他怕吳子佳 還有一些什麼東西沒丟 所以現在就是變成疊對疊 然後大家就在看這一場局這樣 可是思琪你怎麼看喔 如果真的像這個 我們義中講的 到時候呢 哇 來了20萬人 這就代表 之前曾經有資深媒體人說 5萬算很多囉 如果來了20萬 30萬 那幾乎就等於這個 總統大選過關了 是這樣嗎 我覺得是我們絕對不能小看 韓粉的這個凝聚力啦 因為 其實剛剛提到了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啦 這件事情裡面 其實就兩個層面 道德層面跟法律層面嘛 那當然我們覺得說 法律層面很重要 但是道德層面上面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韓粉對於這個 韓市長的道德的要求 其實會比較放寬一點點 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實在是想不透 就是只要提到這個酒駕的問題 大家就開始講到 非常的義憤填膩 但是酒駕撞死人 這件事情對於這個韓市長 一點影響都不會有 那不管它是什麼時候發生 但我想這個同樣的案件 發生在另外一個候選人身上 絕對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得證 就是道德這個東西 其實對他來看說 他本身形象就不是說 我是教宗教孝 然後我是嚴守什麼法規 都不是 他就是豪邁 然後有人氣 然後現在的確是 你現在如果真的提不出一個 完完全全的證據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就違法 而且這違法還要講得很細 而且你講得很細的時候 你還要證實他 之後這件事情 真的是違反了哪一條法律 我覺得要做到這樣子 甚至到這樣 還有人會覺得說 他是被受到欺負欺壓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 其實造成的結果是 大概明天會有很多 真的是支持他的人 覺得看不過去 然後覺得說 他是又受到了冤枉 然後又受到了這些排擠 而且這個排擠呢 剛我們聽了之後 我很驚訝的就是說 大家都覺得說 全部都跟綠營無關嘛 所以說連自己人都要排擠他 然後連這樣 連這些這些高級的 或者說另外一個 跟韓市長不一樣的族群的人 都還要來排擠他 反而會造成一個 很逆轉的效應 一堆人就站出來 站出來之後 那其實就是高喊口號 而且高喊口號就是支持他 但是支持他什麼理由 支持他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那因為他就是現在 就是一個有人氣有人望 而且很重要一點是 他的這個民調到目前為止 還是領先 那你現在 我們現在 這個就是一個 可是美麗島電子報 他已經落後了 就是說這個 你是要用什麼樣的來比 那當然剛剛有來講說 你用美麗島電子報 因為他落後 所以說 所以說 所以說他現在要跟他 有一些什麼樣子 跟著吳子嘉董事長怎麼樣 那我覺得 這些都是羅生門 說不清 真的說不清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很重要一點 關鍵點是 我們必須要想清楚 這件事情做出來之後 到底是誰得利 那也是剛剛為什麼 大家都會說這件事情 跟綠營無關 因為做這件事情之後 感覺起來 對綠營 完全沒有任何的影響 可是對藍營有影響 而且這件事情 如果是真的 那肯見的是 藍營的其他人得利 如果這件事假的 沒有這件事 那到最後是誰得利 那韓市長就特別加分 所以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 這個藍營裡面的一個風暴 而且很在意的一點說 到底是誰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 沒有任何證據 我們現在只能看 觀察到的是現象 而且明天就有 這樣子一個大型的聚會 對 那在這樣的媒體的效用 還在這個媒體的效應之下呢 我想會有更多人聚集出來 那不要說是支持啊 來看熱鬧的人也會更多 不過鍾南啊 因為這個郭台銘之前曾經講啊 如果說這場造勢大會有給我邀請 我仍一定到現場 那現在已經爆出了這個飛聞事件之後 如果郭董真的退了現場 到底會怎麼樣 真的像他講的 不管韓粉 郭粉 都是中華民國粉嗎 對 去現場韓粉會怎麼看他 你這個時候來給我湊什麼熱鬧 還是怎樣 你在支持韓市長 所以很多記者就問韓國瑜 如果郭董來參加你會怎麼樣 對 韓國瑜認了三秒鐘 他怎麼說你知道 這場不是我舉辦的 是韓粉耶 我也是受邀請耶 所以你要來參加 你也都問韓粉的主辦單位啊 對 你受邀請你來 我也樂意你來啊 對 所以這都主席過了啦 所以不管韓粉 郭粉 都是中華民郭粉 對 都是國民黨不敢看得到的人出現 你敢知道一個總統統算 有幾個職缺他可以指定 台肥董事長可不可以 中鋼董事長可不可以 兩萬多的職缺 對啊 這些老將 還有老派的人 會不會控制 everything 這是很嚴重的事了吧 對啊 兩個是不是都素人 一個只當到立委 就叫做台條啊 重新振作16年還要出來 這個是什麼 白宮是要交代好了 真的要出來拚 連大家大佬都跌破眼鏡 找不到你知道嗎 沒有想不到你是要跟我玩真的 你知道 真的出來跟我拚了 對不對 我只是讓你幫我侵入而已 真的幫我輕啦 而且還自己 黃毛要加深啊 你會發覺他玩真的 所有都交代清楚 你從這幾個月他做的事情 你會發覺來玩真的 連這個他都要參加了 對 到時候大家做那個 只要有人氣就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有興趣跟主辦單位聯絡 各位你看韓國瑜多聰明 四兩波千金 到時候明天喔 這個時候你注意看 結果就出來 他老婆會不會出現 韓國瑜的老婆 郭董會不會出現 你懂了吧 全部整個造勢 李嘉奔要出來也要挑對時間啊 答對了嘛 所以622才有台中 才能夠再造勢一場 麻煩了 不超過30萬人喔 各位觀眾 來找 喜奇姐 不要找我 哈哈哈 我們節目 我們節目喔 絕對爆紅 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所有的預測全對 真的假 不過這個學尾你怎麼看啊 這個明天的這個場喔 真的會激起韓粉的這樣的 一個激情嗎 這次6月1號的動員喔 造勢的畫面會很驚人啦 因為我跟你講 那個地方派系很多 早就在串聯了 而且運作很久了嘛 大家都要出來 都要來把韓國瑜拱上去啊 因為這些地方派系 現在很明顯的 是站在韓國瑜這一邊啊 對 所以韓國瑜在這邊 所以他可能是因為 是不是幕後的丟 丟訊息的人 給吳子亞董事長的 他也可能撞不到 是怎樣 所以趕快爆料這樣 我不知道 這個不清楚 所以不是韓國瑜急了 是別人急了 對韓國瑜怎麼會急 你看韓國瑜在散散 對不對 他早就聽到這些消息了啊 可是他之前 他是什麼毀寒滅函 我就跟你講 他很早就得到消息了 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要打他哪一方面 他如果知道要預防的話 他不會是說這樣 突然間就 突然間措手不及 而且我跟你講說 這個 我昨天也強調說 吳子亞董事長 要是沒有 真的沒有具體的資料 再出來的話 再進一步的資料出來的話 哇 那個現在答案揭曉 他才是真正的大韓粉 對不對 沒錯 對啊 他這個時候跟你撞 悲憤什麼東西 凝聚這些人 韓粉的力量對不對 支持的 本來很多人還在觀望 我還想說韓國的 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還有對不對 到底已經荒唐到什麼地步 我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要選總統的人 你如果真的在外面 還有另外一個家庭的話 我真的不要算了 大家就想說 你看你看 可是你看 這個就是人的情感 落差太大 剛開始我如果說 你看打成這樣 你在外面就是有小三 不只小三 還有小孩怎樣 你還把選舉的捷育款 什麼東西 還有之前募款 沒有開發票 逃漏稅怎麼樣 全部都給那個小三 大家那個情緒 到這邊的時候 突然間說 那是假的 對不對 那不是大家 紅金票 全部灌過去給韓國瑜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如果真的沒有資料 要爆這種料 爆到這種地步的話 說實際上 他真的是真韓粉 而且是最大的真韓粉 真假 清皇真的嗎 我是不太相信 你怎麼看 明天的這個造勢 因為明天的造勢 如果真的像大家講的 預測會有這麼多的人來 那他到底代表一個 有什麼樣的意義 就代表說 韓國瑜選總統的事 已經起來了嗎 他其實有兩個意義在裡面 哪兩個意義在裡面 第一個 那個意義叫挺韓 但第二個意義 更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第二個意義叫做反郭 那為什麼反郭 是因為在這一次的國民黨黨內初選裡面 之前很多人都認為什麼呢 認為郭台銘的後面就是馬前總統在幫忙 那馬前總統去幫忙他出手 比如說幫忙處理黨籍的問題 然後出手幫他處理黨內的這些問題 那所以才會造成之前 你看韓國瑜自己發的五點聲明裡面 特別講的是黨內的權貴 逆世協商 那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暗示說 他們這些以前的國民黨 那時候你看還有媒體講的叫公子幫 對不對 這種說法其實就是要把權貴跟庶民拉開來 但裡面其實就是一股反郭也反馬的力量在集結 很多人其實之前是支持王金平的 因為我們知道國民黨內的初選 不是只有韓國瑜跟王金平 不是只有韓國瑜跟郭台銘 一樣有我們的王金平院長 然後一樣有什麼有朱立倫他們要選 可是過去這些人其實跟王金平院長是比較好的 但問題是在於說他們去年也覺得 幫你韓國瑜選上了市長之後 你應該今年要投桃報李 應該是要支持王金平院長來選總統的 可是這些人之前是卡在什麼狀況 卡在你韓國瑜說要選了之後 你這樣看起來對王金平很不夠意思 也不夠義氣 就人家幫你挺成這樣出錢出力了 三三造勢也幫你動員人了 結果你怎麼這個時間一翻臉就變成 總統你要自己選 你沒有要幫王金平 所以這一股我們講的地方派系的勢力 他在之前的時候其實怎麼樣 他還沒有很明確的表態 表態什麼 表態說他們今天就是要跟郭台 或者是要跟馬前總統這些勢力怎麼樣 去做一個反對抗的動作 但是現在時間很逼近 7月15號的國民黨黨內出選時間很接近了 那在這個時間點你想想看 難道要真的要讓郭台銘看起來 一直拉高的聲勢跟名調 要把韓國瑜壓下去嗎 你是這些地方派系勢力 在這個時間點再怎麼樣 你都要做一定程度的表態了吧 所以6月1號的肇事觀察的指標是 來的人是哪些人 他來的除了原來的韓粉之外 還有哪一些是被動員來的 那動員來的人是哪一些人 所以在這裡面你可以觀察 指標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說 一個挺韓的勢力 與其說他是挺韓的勢力 不如說其實國民黨內已經產生了另外一股 因為反馬反國 所以也集結起來了另外一股勢力 所以國民黨現在黨內初選真正的最大能量對抗 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可是如果是反國反馬的勢力大集結 那郭台銘說要去這個場子也蠻帶種的 他的盤算是什麼 其實對郭台銘來講 我告訴你他的策略很有趣的是 郭董其實一直都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韓粉轉成郭粉 他最怕的是韓粉轉不成郭粉 所以你看他的丟出來的用詞叫做 不管韓粉郭粉都是中華民國粉 他要用一個中華民國粉套下去了之後 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國的 對郭台銘來講 我告訴你他的策略很有趣的是 郭董其實一直都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韓粉轉成郭粉 他最怕的是韓粉轉不成郭粉 所以你看他的丟出來的用詞叫做 不管韓粉郭粉都是中華民國粉 他要用一個中華民國粉套下去了之後 我們大家都是同一國的 可是問題在於說 郭董的這樣的算盤跟想法 他遇到一個很艱困的挑戰是 很多韓粉就是轉不過去 他就是很難變成郭粉 因為對於很多韓粉來說 你郭董講的話我就是聽不懂 然後我們過去就是支持韓國瑜 就不是支持郭董 所以他的最大的挑戰在這邊 但是不只台灣政壇高潮跌起 其實在世界政壇 也出現了很多讓人跌破眼鏡的變化 比方這一位喜劇演員 建議韓市長小心了 可能可以作為你的借鏡 他在今年4月的時候 才剛選上烏克蘭的總統 原本只是個喜劇演員 可以說在政壇上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但是沒想到他才上任7天 現在竟然已經有超過7萬人連署要他下台了 沒錯 又齊事實上這個烏克蘭總統 因為郭董哲連斯基 不只是可以當韓市長的接近 他還可以當我們所有電視圈人的接近 尤其是又齊 因為他私上他之前 也是只是一個喜劇演員 結果後來還是選上了總統 為什麼 因為他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大家都看他的電視 所以我們看到 如果又齊有一天能夠選總統的話 搞不好我們周邊的人 也都可以飛黃騰島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選上總統之後 因為他當初是打著反貪腐 破舊制的旗幟 他票一口氣 拿了70%的選票 我們可以看到他上台的時候非常特別 我們一般都是坐著這個禮車 然後去這個總統就職的大典 他不是喔 他是走路進去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不是畫面 他一路跟他的選民這樣拍拍拍 好像一路在走這個紅毯 這樣子進到這個宣誓的這個地方 那他上台之後 很多他周邊有沒有 他現在的總統府秘書長 你實在是誰嗎 就是他電視節目的製作人 真的假 真的 他的很多製作人 導演周邊的所有人 他那個節目的所有人全部現在都飛黃騰打 都進到這個總統裡面去當高官 全入閣了 對所以我才說有一天 我要好好的巴結 尤其有一天你如果當總統的話 我們也可以進去裡面 那麼所以他很多他周邊的人都全部進去 那當然 引起大家比較有一點質疑的是這個 有個律師叫做博丹這個人 為什麼這個人會引起大家的這個側目 因為他一開始說反貪腐破救治對不對 結果這個博丹他是誰 他是前總統的律師 他前總統律師的話 因為前總統就是有太多貪腐的案子 那所以就博丹來幫他辯論 但是他現在又重用博丹 所以很多人都說 那你不是說你要破救治這個反貪腐嗎 那你怎麼還用這個救政府的人 所以很多人對他是非常的不滿意 跟有非常多意見 那於是很多烏克蘭的人民 因為他現在這幾天做什麼 他說我要宣布解散這個國會 我們要打造這個時候演藝圈政府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他為什麼要解散國會 因為目前的烏克蘭國會 不是他能夠 他的黨目前沒有任何的席次 因為他黨才成立沒多久 他沒有參加上一次的這個大選 所以他為什麼要解散國會 因為他說他現在政黨民意支持度 這好還有40% 如果這樣的話他可以好好的 這個讓國會跟他的政府 施政能夠配合得上 所以他就決定要解散這個政府 解散國會 這個解散國會 很多人現在都對他有點失望 其實我剛才 我之前在節目就講 因為他之前都喊一些口號 那喊口號之後 很多人也覺得說 你大概做不到嘛 所以現在你知道 烏克蘭現在很多人民 現在發起一個什麼 連署要他下台 你可以講 才商任沒多久 才一個多禮拜而已 你看烏克蘭人民已經高級什麼 理事笑話這樣的標語 才七天耶 上任才七天 就一個多禮拜 那很多人就要求他下台 甚至很多人就準備說 要這個連署 看能不能夠有什麼投票的方法 讓他整個下台 所以我跟你講 風光上台的這個背後來說的話 沒多久他就準備 面臨到這樣的局面 那為什麼會這樣 實際上烏克蘭人民也是一樣 他們老早就知道 哲連斯基人 不可能會是個好總統 我之前就曾經講過 在大家很多烏克蘭選民 蓋下投票那一天的出口民調 就有百分之六七十人認為 他不會做好總統 但是他們還是蓋給他 還是蓋給他 為什麼蓋給他 因為他很爽 投給他很爽 為什麼 我之前在節目 我再講一次 他之前的競選口號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你在念一次 發大財 對 年金高 網路快 對不對 就這幾個 陸藥品 就這幾個 他就用這幾個 那你不覺得跟我們這個 國內的某個政策都非常像嗎 對 也就是說沒有錯 大家都知道說你這樣子 口號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因為很苦悶 照樣還是蓋給你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我覺得這個要值得 台灣好好的來看一下 台灣會不會有一天 也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就變成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所有民眾 都要留意的一個情形 在大家很多物貴人選民 蓋下投票那一天的出口民調 就有百分之六七十人認為 他不會做好總統 但是他們還是蓋給了他 還是蓋給他 為什麼蓋給他 因為他很爽 這個投給他很爽 為什麼 我之前在節目 我再講一次 他之前的競選口號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你再念一次 發大財 對 年金高 網路快 對不對 就這幾個陸藥品 他就用這幾個 那你不覺得跟我們這個 國內的某個政治都非常像 對 也就是說沒有錯 大家都知道說 你這樣子口號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因為很苦悶 照樣還是蓋給你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我覺得這個要值得 台灣好好的來看一下 台灣會不會有一天 也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就變成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所有民眾 都要留意的一個情形 好 我們講到了這個 烏克蘭總統之後 我們再講下一個典型 下一個典型也是一樣 這個非常厲害 我們講這個奧地利的總理 庫爾茲 又齊你覺得他帥不帥 超帥 很帥 他真的當初他2017年 用31歲的時候 就登上奧地利總理的寶座的時候 當時他被譽為 是全世界最年輕的 這個國家 民主國家領袖 你看 他整個風範 看起來很多很多帥 人家說 什麼奧地利選出 這麼帥的帥哥 而且又很年輕 才32歲 對不對很多 我相信很多熟女 或是很多女性 都我看到他就想要尖叫 結果沒想到他現在 最近怎麼樣 他最近被趕下台了 為什麼最近被趕下台了 你看他最近 因為一個所謂的不信任案 在奧地利的國會 這個通過 就是說 大家對你的不信任之後 他就被趕下台 現在整個奧地利的國會 要重新的改選 那為什麼被趕下台 主要就是因為 他有一個副總理 叫史特拉赫 那史特拉赫 事實上 他當初能夠當上 這個副總理的時候 是有很多政黨組合成一個聯合政府 那史特拉赫 他是自由黨的一個黨魁 那同時他也是身兼他的副總理 就沒想到最近 有一個疑似這樣子的video 還有這個疑雲爆發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個全世界 都在防範所謂的俄羅斯 那沒想到 他跟一個俄羅斯的政要 他們在一個秘密的場合 就是說 你要買下我們當地的一個媒體 那同時你來支持我們的黨派這樣 好像透過俄羅斯的力量 來介入整個大選這樣的情形 所以整個奧地利他們民眾 就當然花然啊 你怎麼這樣好像讓外國勢力 介入到我們奧地利的政情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個史特拉赫不信任他之後 人家就開始懷疑到說 你這個整個政府都不被信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說你看前一陣子的話 很多人聚集在總理府外面抗議 就要求他要下台 那你看他變成是怎樣 其實原本他剛上台的時候 是非常風光 全球媒體都報導過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這個通俄門事件之後 整個民眾的反彈之下 你看他變成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第一個遭到這個奧地利國會不信任 然後被罷出了一個總理 等於風光上台之後就黯然的下台 所以我才說嘛 事實上政治人物都要知道 民意如流水 如果你一個東西掌握不好的時候 譬如說很多 譬如說你看這個疑雲說不清楚 或是你有很多資金交代不清楚 甚至說你只是口號式的這樣的治國 事實上 選民有一天一定會離開你的 但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典型 大家都注意到了 就是英國首相梅伊 最近呢在淚水跟哽咽當中 宣布呢 他要這個辭去首相的位子 而且這個時間點 大概是在六月七號的時候 但他為什麼要辭去首相的關鍵呢 就在於英國要不要脫歐 要用什麼方式來脫歐 但是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講到英國的狀況 其實你可能呢不知道的是呢 英國的狀況 其實跟台灣現在的困境還蠻類似的 學偉 其實英國這個脫不脫歐這個問題 說實在話 這當初就是一個最不美麗的錯誤 你看 你已經最不美麗了 還是個錯誤 可是你知道嗎 英國就是因為這個脫不脫歐的問題 國內現在一直開始對立 兩方的人馬就是一直在對立 當初他們為什麼想到要脫歐 其實說實在話 我剛才講說最不美麗的錯誤是這樣 因為當初 當時啊 就2014年 那個首先在卡麥龍對不對 他為了要競選連任 所以他在那時候就脫出說 我們弄一個公投嘛 到底要不要脫歐嘛 對不對 脫歐那個時候說實在話 很多英國人 連什麼叫歐盟什麼碗糕 他都還搞不清楚 怎麼知道說脫歐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大家就去投票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投票的結果有沒有 51.89比上48.11耶 這兩個數字很接近嘛 因為大家搞不懂嘛 所以他投了之後就決定要脫離那個歐盟 那這個法案 你公投竟然都過啦對不對 那英國女王就開始簽署 這變成法令生效啦 那最後的期限就是今年的3月29 可是後來現在又拖延 拖延到那個12月31號 10月31號 往後拖延為什麼要拖延 因為說實在話 大家像英國國內對這個脫歐的問題 大家開始冷靜下來 思考開始去研究之後發現說 欸不對啊 最後的期限就是今年的3月29 可是後來現在又拖延 拖延到那個12月31號 往後拖延為什麼要拖延 因為說實在話 大家像英國國內對這個脫歐的問題 大家開始冷靜下來 思考開始去研究之後發現說 欸不對啊 當初你知道卡麥隆引起這個脫歐的公投 為什麼他有原因 他就是因為錢的問題啦 你知道嗎 欸你加入歐盟這個會員國之後 你每年要加會費你知道嗎 每年要交多少 多少 一兆3000億台幣耶 一兆3000億台幣耶 一兆3000億台幣 欸我每年要加這個會費去 為什麼 他是依照這個歐盟國家裡面的 各國的GDP的比例啊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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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如果GDP高的話你就多加一點 少的話就少加一點 你知道嗎 這個錢是佔英國整個GDP的11% 你知道嗎 哇 真重 啊你加入這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欸 你這個有錢就拿多拿一些來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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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要幫助這些經濟弱勢的國家嘛 喔喔 所以你就有錢了像 德國法國這些 英國你們這都比較強 啊來來 拿一些錢來 欸他是排名第二角 第二多的會費的 你知道嗎 可是英國人覺得說 欸 我交第二名 我交多少錢 我這個繳費等於說 欸我今天參加一個一個club對不對 四人俱樂部裡面 我繳得這些會費 我是VIP錢的了喔 可是我進去之後 怎麼連基本會員的那個 享受我都享受不到啊 你不就跟他争笑啊 对啊 这个卡麦隆就比较嚼合 他那时候脱欧是他起的头 他起了头之后 他感觉说这不太耍对不对 不太耍 他会落跑 他吃着造型 这个梅伊接下来 他当了首相之后 他也继续推动脱欧的活动嘛 对不对 他还曾经因为国内的压力 签了很多的协议 说我跟欧盟组织 我跟你谈 不要这样嘛 不要限制我英国这么多 不要给我这么多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可是说实在话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谈这个东西 我叫你那里 你就要尽到你的责任啊 所以你看他到最后 他也没有票压力啊 6月7号就宣布下台 所以就跟你说 今天一个政府 如果讲了一个东西之后 你如果讲错了 或者推动错误的话 说实在造成国内的分裂 你看英国现在抗议脱欧民众 支持脱欧民众 已经在街头上了 你知道伦敦常常 派行的那个镇压警察 镇报部队 常备的就有3500个呢 就是怕你们哪一天在街头上 上头游行的时候 那两边打起来要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还呼声说 希望说 接下来能够进行第二次公投 那所以你要展望说 未来英国 接下来在这个脱欧协议谈不了 那你要不要第二次公投之后 在这个解决问题之前 说实在乎英国的动荡 还不会马上解决 不过因为支持脱欧 跟抗议脱欧的人 其实两边的势力势均力敌 但是呢 各政党都有受到压力 甚至有人觉得说 我既然公投都过了 为什么还要来第二次公投 所以这个可能是 煤一下台最主要的因素 可是我要请教思琪 我们刚刚这个 讲了这两个国家 现在其实坦白说 在这个世界各国里头 颠覆政治这样的一个状况 未来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而且这种状况 其实台湾就是一个缩影 你说在台湾现在政坛 都有看得到 那我想各位看到 这个之前讲到 这三个国家的例子之后 应该要对台湾更有信心一点 这种事情 在世界各地都在上演 但是他们都 直指一个核心的本质 就是对于现在的 政党政治的不信任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传统 这边有公民老师 我们在这个公民课里面 会讲民主政治是什么 是责任政治 然后责任政治 接下来会接到哪一句话 就是政党政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选举 基本上就是用所谓的间接 就是所谓的代议政治的方式 我们选出了代议式 然后来帮我们来执行 这个我们的政治的生活 日常生活 那在刚刚的这几个国家里面 分别都出现了一些 严重的社会割裂 那像乌克兰这个例子 其实我很鼓励大家 多看乌克兰的例子 因为乌克兰跟台湾 非常非常像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 跟台湾很像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乌克兰 乌克兰为什么跟台湾像呢 他在这个民族 他的民族其实有比较多元 但中间有一个就是 有讲俄罗斯语的这一块 也是蛮多的 那另外一点是说 他在经济上面 也遇到了两种选择 一个就是往俄罗斯 这是过去的路 另外一个是希望能够 通向未来往欧盟的路 那这两个路线 其实跟台湾 非常非常的像 那后来所以说 他现在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 前一个总统 被人家认为贪污 然后又在处理这个欧盟 驻欧盟的议题上面 没有很坚决 所以就被换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整个过程之中 其实就是对于过去的 民族体制之中 政党体制 政党政治的极端的不信任 但这是一个 非常可悲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看到 当人民投下了 很爽快的一票 我们就叫堵烂票 投下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开始后悔 开始不知道要怎么来处理 像英国这个状况 就非常的麻烦 那刚刚提到 那北爱尔兰 还要更好玩 就是北爱尔兰 这个英国的属地 跟这爱尔兰这个地方 欧盟的话 是不能有硬边界 那这边 你是不是又要 再重新筑起边界 这是英国现在考虑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种实质上的问题 是没办法做的 但我们就发现到一点 过去我们 我们所谓的政党政治 或者说间接民主 可以持续的运作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制度 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但是现在制度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现在重点是 制度不能解决之下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那我们现在就发现到 那人民的选择很少 你看我们投票的选择 刚才有提到就是政党 然后这个候选人 还有政见 那其中最不重要的 当然就是政见 没有人要看政见 但事实上最重要的是 政见才对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对政党失望之下 最后就会把希望投射到 一个候选人身上 而这个候选人 基本上他就会以一种 救世主的形象出现 反正他一出来之后 所有问题都解决 但是我们后来也看到 等到这个真的上台之后 会发现什么问题 都不可能解决 这时候人们才会 回来思考说 那该要如何来处理 所以现在我们的民主政治 其实遇到一个 最大的困境就在这边 所以更重要一点是 要恢复政党政治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政治 变成常轨 最重要一点就是 各政党要提出负责任 可实行 并且一致性 感谢观看